你說這樣子蓋喔 真的是這樣子蓋 啊這樣子車子在動不會掉嗎 不會飄不會掉 不會真的不會 你要戴車牌 對啊你要戴車牌 什麼時候 警方都上門了 嫌犯還在裝傻 講話吱吱吱吱以為就會沒事嗎 嫌犯被帶到機車旁 將原本該戴在臉上的口罩 照在不該照的地方 用好用好 一片照不滿 再來第二片 車牌遮好遮滿 他字怎麼不見了 字咧 你說這樣子蓋喔 車子在這樣子蓋 啊這樣子車子在動不會掉嗎 不會飄不會掉 對真的不會 嫌犯打包票 這樣絕對看不到車牌 但警方仍依據特徵 查到他就是在兩個多禮拜前 涉嫌闖空門的竊賊 3月6日 接獲誠信報案冷稱 於住家戲子區 吉祥街內招人入侵刑竊 警方說 這名大膽的竊賢 凌晨1點多 闖進被害人家中 以為沒人在屋內大肆搜刮 誰知道屋主凌晨返家時 發現家中被人闖入 還聽到翻找東西的聲響 正當覺得有小偷入侵時 嫌犯稱屋主還沒發現他 隨即拔腿狂奔 為了怕逃逸時 車牌被監視器拍到 還自以為是的 用口罩將車牌遮住 以為這樣警方就找不到人 但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利用監視器比對 根據嫌犯機車與外型特徵 持搜索票前往逮人 你還帶車牌嗎 對啊 你還帶車牌之後 什麼時候 基本所調閱數十處入口監視器 鎖定防性犯險 於15日18時 具體來捕防險盜案 並於防險作案機車內 起貨80年代 郵票28套 共234張 各國外幣16張 剪刀一把 iPhone充電線 三條 藍牙耳機一組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時 一開始還搞不清楚 嫌犯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把車牌整個遮住 後來研究了半天 才發現疑似是用口罩 但也好奇是怎麼掛的 可以在騎乘時 都不會飛掉 還特地帶嫌犯回機車旁 再示範一次 用好 用好 都看到它字怎麼不見了 字咧 你說這樣子蓋喔 車子在動不會掉嗎 不會飄 不會掉 對 真的不會 原本應該戴在臉上防疫用的口罩 竟然被當成犯罪用的工具 雖然一樣遮好遮滿 但還是躲不過警方的罰顏 只能乖乖被帶 更有點遮蔽 知道了嗎 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